8月2日 河南省军区发布视频纪念烈士王卓染 其中披露了部分中印加勒乱河谷冲突最新影像资料 在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 当时解放军的人数无疑是占劣势的 但即使在以少敌多的情况下 解放军战士们依旧丝毫不退 顽强坚守 振臂高呼为祖国献身 他们选择战局制高点 奋勇反击 从高处投掷石块逼退外军 在那场战斗中 王卓染作为渡河先锋 率先跳下河 把四名战友推上了岸 自己却永远躺在了加勒万河冰冷刺骨的激流中 24岁的他用青春和生命完成了党和祖国的考察 我儿子是支援上去嘛 就是说可能要经过一个河 就是过第四次那时间 他们再有冲山 就是他就那个马明也过来了 马明说我儿子是六班班长 他是五班班长 他说他们两个把那三个冲山都推上岸了 最后剩他们两个了 都是第四趟了 都是下半只都是冲的 有的麻木了嘛 那时间 他说哎 坐在那脚要卡住了 他说我也冲不了了 他说我下半只都麻木了 马明说 他说我们两个少娘的 就是说咱俩干脆投入欲境 哎 我儿子就是猛没给他推上去了 他说给马明推上去了 马明说他给我推上去了 但是我没有 有些人都没有继续 没有力量 给他拉上来 他说他说我ей了 马明推上去了 马明算了吧 这完成了 他说他在冲山上来是非请五行 停线 马明前代 马明好拆立啊 你怎么办 我看冲山下的河根 这就是你现在的河根 你们呀 我们已经走开了 最適的